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可口早餐节目 出现了一个光雕的展览 而这个光雕它把总统府古迹建筑的历史 跟它的不同的美和建筑上的特色都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 而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就是在双十国庆之前 我们请到了国庆光雕秀的艺术总监陈怡杰 他也是世大运开幕影像设计总监 以及音乐总监柯志豪 由中华文化总会的副秘书长我们的好朋友 非常有才气的后庆来陪同一起来谈国庆光雕展演 从七号晚上到十号晚间 是怎么样让民众齐聚开到共赏总统府的光影之美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的话 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八点半 七点半八点八点半九点九点半跟九点五十分 每半小时就有一场可以演出 听众朋友您可以从重庆南路一段进入凯达格兰大道 然后那个是最佳的观赏区来欣赏光雕秀 同时除了光雕展演之外 总统府也邀集了国宝级的说唱艺术家杨秀卿老师 以说唱艺术演绎传统妙语图腾 同时这个演变 他以1888年出现在台湾的第一台火车腾云号为首 来回锁台湾百余年间轨道的演进 展现总统府引领台湾不断前进的历史身影 各位您知道这24场光雕秀 会透过5台4万流民的高阶投影设备 跟建筑灯光设计展开长达140公尺的光雕环境剧场 用感性的部署从形象到场所 跟全民共感台湾的土地记忆 在这片土地的印记上一起编织新的历史 各位这个光雕展演团队 他们也将在演出期间 也就是7号8号9号10号下午2点到4点 用四个主题动画转译中的建筑投影 现实虚构的空间实践 听觉与视觉的执行规划 动态影像的脉络拓展 在文化总会的二楼 城南空间No.2进行工作坊 也希望跟您一起来享受 来分享他们专业经历跟制作的过程 这个光雕秀以及起了各界的赞叹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有机会请后庆和国庆光雕秀的艺术总监 陈一杰跟音乐总监柯志豪 一起来到节目现场 听众朋友这一场的访问十分的难得 施大运的艺术总监也是陈一杰 这么难得的机会 您可不要错过了 而且今天是假期 大家可以再轻松愉快 我们一起来度过第三天的连续假期 共同的快乐的来规划 你今天跟明天跟家人 或者是你自己独自相处的日子 今天吃喝玩乐有学问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 经常发挥他们的创新创意 而且他们非常的会寻找在 沙漠当中的亮晶晶的钻石 我们每一次的节目所请到的都是年轻人 他们在我们的吃喝玩乐 也就是民生的领域当中所做的努力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燕之创办人黄婉轩跟黄婉鱼 黄婉轩黄婉鱼是一对姐妹 什么叫做胭脂呢 胭脂你猜得出来 跟吃有关的话 那可能是跟我们的读音 是有相似之错 胭脂 这个用在我们的化妆品上面呢 是这个女性最喜欢的两个字 可是用在食物上面 日本人他把中国的传统的食物 引到了日本而最擅长 胭脂跟胭脂是相同音的 那等一下我们看看 婉鱼婉轩这一对姐妹 她们是怎么样从胭脂上面来创业的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非常多的重要的题材 那其中有一些题目呢 仍然是跟政治有关 最奇特的是在周末期间 发生了有民众投书 这个柯文哲市长在城市交流的时候的双城论坛 他答应了张志军 说台湾旗不会出现在世大运的开幕跟闭幕典礼上 这则新闻呢 昨天在我的朋友群跟很多的媒体上面呢 是历经了非常多的重要的讨论 而这个讨论呢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得到柯文哲市长非常清楚的回应 这个新闻呢是三立新闻台所报道的啊 没收台独起谁下令传双城论坛与张志军协议科必谈快闪 这是昨天的三立的这则报道 这是记者卢冠飞所撰述的 他说世大运开闭幕时 没收台独起的规定是谁下的 有民众投书帮台北市长柯文哲说话 表示是柯文哲在双城论坛达成的协议 对这个说法柯文哲在昨天出席活动担任一日一生 再听到台独争议的棋的争议 这没有在谈餐里怎么突然冒出来了 就快闪离开了 民众投书力挺柯文哲写道 柯P了解如果世大运总会不同意国旗进场的话 他根本无法向国内交代 而在国际体坛环境跟中国的施压 中华美国国旗是遭受限制进场 因此柯P想让世大运能够主办 就必须先解决这道枷锁 双城论坛就是他最后协调的时机点 并且说到出发田 柯P拟定好国旗带进场是他必须争取的 不过因为国安单位及总统府没有给他明确回复 资深前往双城论坛 在上海会见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做最后的沟通 而得到中国方面有条件的开放 允许国旗带入观众旗 但是其他旗是一律境界 对于这个说法柯文哲8号穿上市长一日社区医生活动 穿上联合医院背线 这么市长每天都是一日 然后这个沉默好一阵子琢磨用字 接着吐出正没有在谈餐 也就是幕僚拟定的答案里 怎么会突然冒出来 在幕僚的指示下混乱结束访问快闪离开 这个是市议员王世坚其实要求他答复 但是市议员王世坚办公室说他根本没有答复 这个题目由于是昨天 这个柯文哲市长仍然没有土石 讲的也不是实话 昨天在网络上面还疯传了一张邀请卡 这张邀请卡呢是提到了这个是邀请 是计政温生跟零件链所联名邀请的一顿 9月28号下午8点半钟的一个晚宴 那这个卡片呢 这个是非常刻意的写出来的 因为里面有一个用手写的字 就写文哲兄尊贱令堂伴手礼为新竹米粉 那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并不太知道新竹米粉一惊 然后那这个 就是把这张邀请卡po上网络的人说 没有刻意为何要求来宾 要带伴手礼来出席 莫菲又给诡达到 意思就是这个他的妈妈带的这个米粉 那当然应该不是巧遇 那就是陈家昌跟柯文哲的父母见面 其实陈家昌跟柯文哲的父母见面是非常不恰当的 柯文哲市长自己知道 所以不敢讨论 我曾经写过文章 如果马英九跟郝龙斌 他们的父母这样子介入市政的话 那恐怕会民进党人把它给吃掉了 所以民进党的支持者或是民进党人 或者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也应该有一个一致的概念 在台湾是一个非常言论自由的地方 但是言论自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是安全的 必须是安和乐利的 必须是大家能够朝着世代传承的角度来发展的 而不是鼓舞或者是被指示 甚至于被同化的来把统一当成了所谓吃掉台湾的工具 有些人他有他的理念 他的理念 如果他要去中国大陆跟共产党合而为一 当共产党的代表 我们祝福他 他抛弃台湾的国籍 其实就不是台湾人了 那像这种代表叫做卢力安的 他在十九大成为了宣传的工具 不过如果说这种代表被当成是报道的重心 而他不为台湾的所有的民意所支持 甚至于他已经抛弃了台湾的中华民国国籍的话 其实他就不是台湾人了 他就是中国人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还大肆报道的话 那当然就是国台办或者是中共的统一统战的工具了 所以我们的媒体在选择报道的时候 我们的媒体人在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 他的媒体良知媒体专业不是不知道的 如果继续的做这种头版的报道 甚至于全部的报纸都这样的来进行深刻的赞赏的话 你说不是传声筒不是宣传工具 我相信法官也不会相信的 更何况一般的民意 如果说做中国的宣传工具 做中共的传声筒是一个他的理念 我觉得我也尊敬你向台湾的社会跟台湾的世人来承认 比如说像张安乐先生我不赞成他用暴力的方式来处理 他的所谓要把台湾的民众很多人把他影响成为红色选民的想法 但是他还公开支持他的一国两区一国两制 他也公开支持他所赞赏的中华民国应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还佩服他的非常有男子气憾的主张 但是有些媒体你明明就是中国的宣传工具 就是中国的传声筒 你所做的事情也都是如此 但是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 你又在那里恶声恶语 然后说人家是污蔑污辱 我实在是不太清楚 因为做中国的统战的统一和平伟大工业的宣传工具跟传声筒 有什么污蔑有什么被侮辱的感觉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一天到晚要统一台湾的国台办 一天到晚要统一台湾的习近平 岂不是也变成了一个被侮辱的对象吗 所以媒体应该遵照自己的编辑政策 如果你的编辑政策就是一个统一的主张 我觉得大可面对台湾的选民 面对台湾的民意 除非有难言之隐 除非台湾人民将为 这个是不对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蛮值得我们大家讨论的题目